黄岩岛算在他们的领土领海范围内 尽管中国对黄岩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菲律宾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 就开始在黄岩岛主权问题上挑起事端 黄岩岛成为问题是在70年代初期 70年代初期一个重大的发现 就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 在南海岛礁包括黄岩岛附近 发现了大量的油气矿藏 油气的储藏 它的资源量价值大概在20万亿美元以上 这样一个大的资源 当然菲律宾他寄予 马上他就看上了这个地方 除了侵占我们中叶岛 等9个岛礁以外 他当时就企图对黄岩岛下手 对黄岩岛开始进行了非法的勘探 1997年 菲律宾不顾中方的多次抗议 在黄岩岛登岛 并清楚炸毁 毁掉我国分别在1935年 1947年和1988年建的一些主权标志 尽管中国政府随后登岛 及时恢复了我国的主权标志 但菲律宾对于黄岩岛的挑衅 却从未间断过 琼海市坛门镇 是居南沙最近的港口之一 有四分之一的人 从事与捕鱼有关的行业 鱼民卖路由就是其中一位 在一次去南沙作业时 和其他三条渔船的62位鱼民一起 被菲律宾军警抓走 这62位鱼民经历了21次庭审 四位船长又上庭七次 罪名是非法侵入菲律宾的经济专属区 最后 卖路由是通过外交斡旋才被释放的 尽管菲律宾对于南海领土问题的挑衅 从未间断过 而这一次被认为是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 中方一再希望 非方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目前局势 但非方却不断采取小动作 而且前后说法不一 出尔反尔 其目的就是有意使事态扩大化 复杂化 国际化 4月17号 菲律宾称将把黄岩岛争端提交 国际海洋法法院 将其要把黄岩岛争端国际化的意图公开 4月22号 菲律宾外长 政客和媒体煽动反华情绪 妄图将事态扩大化 鼓噪挑动非民众反华 4月24号 菲律宾曾派警卫船只进入黄岩岛海域 非外交部宣称 正式将黄岩岛争端提交国际海洋法法院 4月27号 菲律宾开始对15块油田的开采权进行国际招标 菲律宾能源部长向投资者保证 招标的15个区域均属于菲律宾的领土 4月29号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 曾一边表示 菲律宾不会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另一边下令 要求菲律宾有关部门 收集所谓中国欺负菲律宾的相关证据 准备提交到国际法庭 4月30号 菲律宾军方表示 菲方六艘渔船已返回黄岩岛海域 并支持非渔民继续在该海域 充实捕鱼作业 5月2号 正在美国访问的菲律宾外交部长 德尔罗萨里奥 望美国能够继续主导亚洲 并向菲律宾提供更多军事装备 如巡逻艇 飞机和雷达系统 中方采取的总的措施还是非常克制的 但是菲律宾还在用一个词 就是步步紧逼或者步步进逼 4月16号 菲律宾和美国开始了 肩并肩2012联合军演 看眼兵力创下历年之最 他们在演习的项目里 确定了一些内容 这些内容都有指向性的 比如说钻井平台的保护 和被占领和再占领 对一些岛礁的保卫和占领 和再占领 再次攻占岛礁 谁跟菲律宾有岛礁 有钻井平台的冲突 当然他指向性很清楚的 当时中国 有舆论认为 菲律宾的激进做法 是一次缓解国内经济低迷的豪赌 以转移国内民众 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 而赌注就是南海的领土和资源 当然他还有一个算盘 就是国内利用压制他的反对派 另外巩固他的下一任的任期 他的统治 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他现在经济非常差 想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 那么这个目的 他部分达到了 但是现在他做的过活以后 批评的声浪已经开始兴起了 菲律宾马尼拉标准新日报 4月28号发表 菲律宾投资家 维克托阿奇斯的署名文章 他属于中国 文章说 斯卡伯勒礁及黄烟岛 确实属于中国 在1946年 菲律宾从美国殖民地那里 宣布独立时 我们确切的领土应该是什么 为什么1899 1935 1943 1973 1986和1989